如果你的手机该换了 又不知道是换苹果的好还是安卓的好 这个问题直接来找小杨 作为一个体验过上千台手机的P2商来说 真的是非常好解答 首先就看你的预算 如果说你的预算是6000到7000往上 那不用犹豫 直接看这个14 Pro系列以及15PM 尤其是这个15PM 无论是硬件配置系统还是生态软件 真的是非常强 当然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 即便目前远望256级拿货也要去到8500和8600 如果预算不多 又想考虑林众岛苹果强大生态的 可以看看14 Pro系列 像目前这个无锁的14PM 256G 市场行情大概是在5800左右 先给你看看正常同行的出多少 6699 但是在小杨这里直接50头59G就起 量级层次的话会贵个200左右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在6000以下 换一周期在2-3年的小杨建议 还是入手这些安卓的旗舰机 因为苹果的标准版真的是没眼看 要高刷没高刷 要凑数的长焦也没有 所以就这个预算还真的不如考虑安卓旗舰 什么白瓦闪充 虽然说视频能力是不如苹果的 但是意义性的大底拍照更强 综合体验也是绝对玩爆日本款iPhone 反之一台手机打算用过5-6年的 虽然说这种丁子户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是小杨建议你还是考虑苹果吧 起码5-6年之后 你的iPhone15还能收到最新的系统维护 而安卓的话超过4年就绝对不会更新了 这种丁子户是最新的系统维护的